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市评, 我是李国庆 孤注一集, 自骨坟墓 在未讲今天的题目之前, 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表现 恒新指数跌了647点, 收报26,918点 成交非常之活跃, 突然间多了差不多超过50%的成交额 去到142亿, 昨天只是799 今天突然间大成交跌下来, 大家都知道因为特朗普 又在半夜, 香港时间半夜, 实施这个恐习 其实这个恐习, 在5月6日凌晨做过一次 在昨晚, 8月2日凌晨, 又再做一次 两次都是什么呢, 突然间就说中国, 要加中国商品的关税 上一次就是对2500亿的商品, 将关税由10% 调到25%, 今次将余下3000亿的商品, 关税上调到10% 并且威胁, 将来有机会上调到25% 是, 又是恐习, 港股当然跌了 不单止港股跌的, 美股都是跌的, 环球都是恐慌的 因为大家都猜不到, 总统真是颠到这样的 我觉得它是孤注一扎, 智掘坟墓 不过等一会儿再说为什么, 现在为什么它会这样做呢 在态度上高呢, 我觉得它有些发脾气 那些脾气真是一般的, 一个大国元首的脾气 就是这样, 比较令人担心 为什么呢, 它应该是听完那些美国的贸易代表 萊特希萨和财长母音, 回去向它回报之后 它就二话不说, 哎, 立即就采取行动了 那有几样东西可能激怒了它, 第一, 包括中国 就取消了买美国的猪肉订单 我不知道猪肉订单对它来说有多重要 但是呢, 现在取消了之后呢 它就觉得, 哎, 都是不太理想 也都去批评这个习近平 达成协议的速度不够快 同时呢, 中国没有买美国的农产品 也都没有采取更多的措施 压制合成鸦片, 就是那些分泰尼, 合成鸦片 那种种这些原因 其实都是欲家之罪, 何患无辞的 总之它就觉得, 不满意中国 就向中国的预下三千亿商品, 加征关税 那做完这个决定之后呢 就又是, 不是正式公布的 是在那些Twitter上, 讲完呢 就,哎, 真的是Twitter自觉 不单止是自美国, 还要是国际 在Twitter上就自的了 就是告诉大家, 我要加关税了 那跟着美股就大跌了 那些资金呢, 就立刻避险了 搞到美国长债息呢, 也都是大跌了 那港股今天回到来, 中港股市都是偏远的 好了, 我们逐个逐个看, 先看昨晚美股的走势 美股, 原本呢, 升三百点的 大家看到导致这一幅图, 原本升三百点, 几好的 昨晚本来是抽上去的 那跟着呢, 刚刚得那么巧呢, 它就宣布什么呢? 就说要加关税 技术上高呢, 你看得到 刚刚有条绿色的上升轨跌穿了 昨天原来上去呢, 变成是一个技术上高后抽 然后呢, 再倒跌回二百八十点 曾经跌过三百三十三点 那下来呢, 就跌穿了前浪顶 跌穿了前浪顶, 收了 这样的走势不好仰了 美股呢, 都可能要一个比较深的调整 要小心, 当然了, 搞完一大轮 美股一定都会比我们好一点的 因为历次都是这样的情况 那现在初步还要看这个 就是6月27号这个低位 守不守得住呢? 264, 65 我对于这个位置呢, 都是有点担心的 好, 那美国十年期长债息呢? 昨晚避险了嘛 其实呢, 之前那天呢, 已经是被这个 鲍威尔玩死的了 鲍威尔减息就算了 减息之后, 无端端又要说是 miss cycle adjustment 就是中期调整, 这些这样的东西 那说完一大轮之后呢 那些钱呢, 拔一下又是 即是他那晚已经 趴回去了那些长债那里了 一样是, 就是倒挂给你看的 他说完, 他减息息 其实就是没有舒缓到 市场对未来经济前景的忧虑 因为长债息不断下 即是倒挂嘛 你应该长债息是高过短债息的 不是, 长债息再下 那即是其实他减息那个市场 觉得是错的 即是那样东西 他减息完零点掩厘 但是说的这番说话是错的 市场不同意的 它已经是跌穿了 跌穿下来的了 但是呢, 再加上特朗普呢, 昨晚 那样东西 加两样东西加在一起之后呢 今天呢, 就堆了 堆得更深了 是吧 那原本那天在那儿 跟着呢, 就堆了下来 到1.83多里呢 这个呢, 准备又要下去多少呢 可能是1.5里的了 这个, 就是那个资金呢 趴向这个避险呢 就是这个情况呢 看来会更加严重的 那美匯指数又怎样呢 美匯指数冲了上去之后呢 下来 那这个有可能形成一个假突破 但是美匯指数呢 这个情形呢 都还要再观察 因为, 为什么呢 这里那个上升轨呢 都因为很斜的 这些很容易会跌穿 它也都不是跌得很深绝 那再观望多一两天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假突破 会下来 因为, 为什么呢 现在的资金呢, 避险 究竟它怎样发呢 就是去哪里呢 究竟是流出美国呢 还是全部都流回到美国 譬如是长债那里避险呢 那这个都要重要观察 所以这个呢 美匯指数这个呢 这两天的走势 暂时不做得准 看看下个礼拜 那但是有一样东西呢 做得准的就是人民币回家了 经过昨天 特朗普这样突然间 昨天突然间 又恐襲 之后呢 人民币 跌穿了 今年六月的低位 那时候呢 是六点九四到六点九三九几 那其实呢 今天呢 已经上到六点九五 啊 现在都站在六点九三七四 那就是意味着呢 人民币有机会进入呢 在一个贬值的下跌周期 那现在要看呢 就是下个礼拜的关键 七算这个心理关口 会不会跌穿 那如果真是跌穿的话呢 对内地的出口呢 是会有少少帮助的 大家知道 那但是呢 要小心就是说 人民币一直贬值呢 对人民币的资产价格呢 是会有影响的 那些外资呢 就不是那么喜欢 买那些资产呢 那些货币会贬值的嘛 那大家容易理解 这件事情 所以呢 要留心著 如果人民币一直贬值呢 对中港股市呢 是会有点不利 那好了 讲到中港股市 那我们就看 今天恆子如何 本来已经跌破了这个密集区也好 头肩顶也好 量度跌幅大概27,000 今天超额完成了 今天最低见过呢 26,868点 那收269 269,18 后市 之前6月4号这个低位 26671 估计都是差很少 就试回这个区 今天都叫做试这个区 这个区最重要的 就是不要跌穿了 跌穿呢 就是上次加关税 在这里 5月3号这一日 5月3号这一日 5月3号这一日高位 5月6号 一跌跌了下来 下跌裂口下来 跟着一路 跌了下来 原本跟着说有得商量 就弹了上去 现在呢 在这里呢 再说要加关税 还有呢 新的3000亿一家呢 有机会穿底 一穿底下去呢 那呢 就回到去年 24500 25 就是今年年初那些 去年24500 那些低位 都很有可能 各企指数呢 已经回来 又是试回这个低位了 6月6号的 它的低位呢 是10288点 大概10300区 今天下来 10348收 那最低见过 10324 都很接近之前这个低位的了 又是啦 如果这个搜不到下的话 又回到去年那些低位那裡 看长一点 那去年呢 就是今年年初这个低呢 跌了下来 1月3日做的 9761 就是大概还有1成 或者是7-8% 要下跌 那要记住 这个是讲的是 10%的关税而已 如果我们 去回到之前这个 去年 这个24500 这个区域 下来这里 是讲的是 加10%而已 如果它那3千亿 天气上来 都是加25%的话呢 那是有机会 连这个底 就是去年的低位 都有机会跌穿的 这个说 不要说不可能 因为特朗普 癲癲癲的 那内地股市呢 也是 现在今天 下来 上升轨 跌穿了 是有机会 试上 这个2,800这个低位 如果跌穿的话 搜不到的话 搜不到的话 又是试上去年 那个低位 或者今年年初的低位 就是去回2440区 那这个是建基于 加10% 如果3千亿都加25% 是可能会跌得更深的 好了 那为什么说它是 沽住一宅 自掘坟墓呢 它沽住一宅的 因为今次这3千亿商品 其实原本呢 是美国必需的商品 也都很难找得到 第二个地方去生产 取代中国这个生产基地 例如 iPhone 你去找哪里可以生产到呢 暂时都还没有 例如很多 电脑那样 找不到地方生产的 都是要向什么 向中国买的 那如果现在加10% 就是美国人 今年如果新出的iPhone 就来9月 10月会新出的iPhone 新出的iPhone 就要加10%的关税 如果它说最后加到25% 去美国就要加25%的关税 但是那些iPhone 在美国以外的市场 便宜了25% 或者便宜了10% 那美国人呢 就要明显 自己背贵了些税 那会不会 要中国便宜给它呢 那这些商品 你都找不到 另一个地方去取代 当然它打击到中国 因为那些厂商 会在中国加快撤走 但是 美国人自己本身 都是先会受苦的 那这件事 是不是就是 孤注一宅呢 很明显是孤注一宅 就是要逼中国就范 中国人是否捱得过去呢 如果中国捱不过去 和他签约 那他孤注一宅成功 但是如果頂得住 捱得过去呢 那可能特朗普 就是自挖坟墓了 因为他这样做 都是为了明年大选的 为了明年大选铺路 那如果他加了很多关税上去 美国人 要美国人埋单的话 那些美国人不妥的话 那还会不会投票给他呢 是不是自挖坟墓呢 就要看下半年究竟中国 屈不屈服呢 如果中国 不肯屈服的话 那他就是自挖坟墓 但是大家要明白 今次这个事件 短期对中港股市 仍然是影响很大的 大家不要心存僥倖 就是 就算可能反弹 这些 除非他突然间又不加 或者中国出招应付 又另外一件事 如果中国出招应付 那你要看出招的力度有多大 可以支持得多高 那现在暂时 什么都没有这些 就不要假设性那么多 如果照现时 这个情况 一续下去 中港股市 是要向下跌的 那有个地方 比中港股市更加惨的 其实是韩国 大家要看韩国股市这幅图 韩国股市 韩国股市 今天 率先跌穿 这个近期的 这个 前浪底 就是五月的低位 再看一次 恒新指数 五月的低位在这里 今天 还是在之上 国企指数 是差不多碰到 都还未跌穿 上证指数 跌破这个 斜的上升轨 但是都还未碰到 2800这些前浪底 韩国股市率先跌穿 你说贸易战 影响有多大 当然很大 影响到这些国家 本身它已经和日本 在搞贸易战 今次 搞中国 看来 它的影响都很大 后市 短期来看 短线已经转了红灯 如果跌穿了 这个五月或者六月 这些低位 就中线都要转红灯 好了 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